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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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面要重新選擇一個感官的障礙 我可以很肯定的說是 我要當一個視障的朋友 因為看不到這個世界我還可以活下去啦 但是聽不到音樂或是不能唱歌 是非常痛苦的 所以我會選擇我還是看不見 還醒著 看情緒在互相的拔河 我們家的家人 不管是阿嬤 媽媽 姐姐 然後我們都是非常樂觀的 就是也習慣了那個看不見的生活 所以他們也沒有說 一定你看不見你就怎麼樣 就是要所有人都要讓你或什麼的這樣子 你說天亮之後 我們就分手 就遇到困難的時候 媽媽第一個跳出來去解決 因為即使她不會 她會想辦法讓自己會 我從國中開始學音樂的時候 我媽媽都會跟著我一起 然後她那時候就會帶我去什麼 康樂隊唱歌啊 然後奇摩都是帶我去很多工地表演啊 然後媽媽呢 就是她知道我喜歡音樂 所以呢她比我還要認真喔 因為她不會英文 然後譬如說我們以前要唱歌的時候呢 要唱現場都會有樂隊伴奏 然後呢她就是要寫英文數字 英文嘛 然後跟樂隊老師說 這個是什麼Key什麼Key什麼Key 然後她不會英文 她就她要請姐姐教她 她就把26個英文字記起來這樣子 就是媽媽她她不放棄的那種個性 她就是非常樂觀的人 就像我的人生一樣 我遇到困難的時候 也許遇到一些不平等 就要想辦法去解決 我就是因為我有姐姐媽媽還有阿嬤三個 就是女性的關心就是 讓我覺得就是說自己的音樂也充滿著愛跟溫暖的一種氣氛這樣 通常呢我都跟很多寫歌的人說 寫一首動人的歌 就是要從自己開始 這樣的東西是 是沒有人可以超越的 就是你自己可以寫你自己的歌 然後那些自己的歌呢是 所有人都會有共鳴 你有苦衷 你有藉口 你有藉口 你有全力不讓我受破 我除了溫柔 一無所有 想被你度過 躲在心裡面的痛 我用微不足道的等候 直到你累了痛了想 我也沒有特別去想過說 我比寧願的人還感受比較多或什麼 我就並沒有就是 覺得說 也要跟誰比賽 我覺得做每件事就是為了自己 然後超越自己 我也沒有說一定要做給誰看 好 對任何事情 你只要記得自己的 當初的初衷是什麼 寧願傻傻的往前做 就是哪怕是就是受傷或什麼 但是最重要還是 最後你還是會回到自己 最初衷的那個精神去 做你喜歡做的這個音樂 或者任何的藝術 或者任何的工作 在還沒有出道之前 我有一個樂團 叫全方位樂團 我們其實在這個 遇到的很多社會的一些 不平等的待遇 或者說大家就是對我們 比較歧視 或者說看不起 那當就是每次遇到 這樣的挫折的時候 你都會告訴自己說 有一天等我成名了 你就知道 熬過了那個就是被歧視 被嘲笑 被任何的看不起的那個過程 或者是社會的不平等的那種態度以後 你慢慢的就會很珍惜 現在得到的擁有的一切 就是會好好的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好 在想要放棄的時候 就告訴自己 只要有一個人想要聽你唱歌 你都值得繼續唱下去的 好 好